梁志胜 于是 关杰鸣 妈 奶奶 没事吧 奶奶 看到哪里 我去找服务生药冰块 奶奶 你握痛我了 你不会是 奶奶 镜子 奶奶 你先不要激动 韩伟 她是梁永雄的孙女 是 奶奶 奶奶 你们走开 不要碰我吧 爸 你别动手 干嘛推我们家锦诚 现在到底怎么一回事啊 你为什么要破坏 她跟韩伟的感情呢 梁先生 你误会了 我没有要破坏 我只是把事实挖掘出来 告诉大家而已 赵凯鸣你给我闭嘴 这是我的事 你没有资格干预 关韩伟 乱资格 你凭什么对我发火啊 再说 今天这一切 不都是你一手策划的吗 就先从 靳晨是女扮男装这件事开始好了 女扮男装 你是女的 哦 原来这不是秘密啊 竟然连官伯伯都知道靳晨是女的 太可惜了 第一个惊喜没了 不过没关系 接下来还有 赵凯鸣你够了没 不够 你当初给我的收入 我现在全部还给你 难道你一点都不好奇 为什么光恒伟会找上你 出去 洪伟 放开 给我放开 洪伟 你放回答 放回答 早点 知道话说清楚 当我知道靳晨是女的之后 我实在太好奇 他跟关恒伟是什么关系了 所以我就开始找人调查 可是很奇怪 他们没有共同朋友 一点交集都没有 根本就是完全陌生的两个人 于是我就继续查 于是我就继续查 最后 我终于发现 原来两家的爷爷是旧事啊 我的爷爷 认识官伯的爷爷 是啊 但是当年 两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从此分道扬镳 最后关家就破产 没多久 关爷爷就过世了 爸 他说的是真的吗 是真的 你也曾经在关家的面包厂 当过面包师吗 我想关恒委会找上靳晨 应该就是当年的事情导致的吧 叫好友为雨淳买一下面包店 再怂恿靳晨女扮男装 这怎么看 都是不怀好意 所以 恩伟 你早就知道 她是梁永雄的孙女 你才找上她是吗 是 我从一开始都知道了 原来这就是你所谓的 对靳晨的真心啊 你明明知道她是谁 还要找她 来打扮你的男朋友 原来我 是我的意思 你来干什么 是我通知雨淳哥的 是我通知雨淳哥的 对不起 这些始作用者是我 我雨淳 我自己做的决定 我会自己承担 的确 是我让雨淳出面买下面包店 利用你们对面包店的感情 和不舍 抬高价格 接着 我在出面帮助 让你答应女派男装 帮我男朋友 因为 我想要让你们一家 付出代价 所以你把我们全家 爽得团团转 还故意欺骗正常的感情啊 你才过分 你还敢动手 你是不是忘了 当年 是你们家背信忘义 我爸才死的 你不要胡说八道 你爸把他死 不全是我们的责任 你还敢动手 你这责任 你这样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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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饿得没错 但是后来我就丢 闭嘴了 好 闻嘴 慧慧 记持 玲玲 现在装安全没有任何意义 你放开我 我要跟他说清楚 我必须要跟他说清楚 他要离开我了 他就要离开我 急一点 哥 人还昏倒了